这一次白纸运动你去现场看了吗 还是你只是在看着 我去现场我两次 第一次是我开车 就是经过了中领馆 因为我那天正好和人家出去吃饭 然后我就好奇 其实那天那场办的其实挺好的 虽然我觉得那个口号 但是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我知道可能有些网友看了这个节目 会来网报 I don't care 我觉得那个在中领馆组织 它确实挺不错的 真挺好的 从组织上来说挺不错的 要点赞 但是他们喊的那些口号 和那些中国留学生的一些作风 实际上反而让我觉得 他们是新时代的红卫兵 比如说您能具体说一下吗 因为这是很强的一个指控 你在指控反共的人 这不是指控 这只是一个 可能从在中国长大的语境来看 这个是一个指控 但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描述而已 因为我并不是中国人 对吧 了解了解了解 你能大概描述一下 为什么你觉得他们是新时代的红卫兵吗 因为我看到那个女生在那边说打倒习近平 然后我脑海里面cue的一个画面 就是我以前在YouTube上看过 就是关于文革的一些纪录片 里面有人就说打倒刘少奇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画面就开始cue上了 还有一个 难道在加拿大没有人喊打倒特鲁多吗 没有这样喊的 有喊fuck Trudeau 干死Trudeau 但是并没有喊 对 这是一个意思 就是这个一个意思 打倒特鲁多是down with Trudeau 但我只听说干死特鲁多 OK 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那为什么说我弄死我干死特鲁多 他不是一个红卫兵的这种 怎么会给你这种感觉 是因为打倒这两个词吗 是因为cultural appropriation吗 对吧 如果是一个白人或者是非华人的人说这个东西 我可能不会有任何感觉 我觉得OK 抗议在中领馆抗议 whatever 但是一个大陆留学生这样说的话 我的脑海里面自动就cue上了 那个我看过以前看过的文革的那个纪录片 就说打倒习近平 然后还有一点呢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给我的一个 就是感觉 是一个就是新时代的红卫兵 因为我不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他是染头发 然后留长头发的一个人 他开始就是发言就说 不好意思 我简单的讲几句 因为他这个话术就给我很浓厚的这种 这种严谨地的这种官腔 然后还有第二次在那个 另外一个grinch park那边看的集会 我看到好像他也说了 就是说什么 我不是会长 我不是主席 我是会长 这个其实让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小乔领协会嘛 因为你知道乔领协会里面 他们才特别热衷分 什么是会长 什么是理事 什么是执行长 比如说像我自己做的一些 我们自己的一些organization里面 我们并没有任何头衔 就是事情分下去就做就好了 然后谁面对媒体 谁面对政府 谁面对这个 比如说警方机构 大家就有分工 并不会说谁是 也许就是 也许这个是一种文化 但我还想起来 我跟一个好朋友 就是同样也是 做政治的一个好朋友聊天 他 我觉得他分析的 我为什么会有这个 这个觉得他们是红卫兵 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因为我 我不知道被谁拉进去 那帮有学生小朋友的 那个群里面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 那个群里面 后来我翻了一下 然后我就 我就发现 其实上他们 除了反共的这部分 实际上是我们 比较批判的那种 walk左派嘛 决心主义的左派 他们是非常的政治正确 所以我想这个 一下子就对上了 因为我觉得就是 北美这些 比如说那种非常极端的 文化左派 walk left 我之前在那个推特上 也说过 实际上他们就是 红卫兵嘛 比如说black lives matter 那些东西 对吧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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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还是比较理解自己 为什么会觉得 他们是一个 新时代的红卫兵 但是他们在中民馆之前 organize的那个集会 确实不错 挺好的 而且我觉得 至少比他们 后来organize的那些 那些集会要好很多 因为那天来的人也比较多 而且排在一个长街的马路上 至少从视觉上来看 就是比较有气势 所以我觉得这点做是特别好的 所以我总结一下 你看我说有没有说错 就是你觉得他们之所以觉得 他们好像有点红卫兵的影子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用的叙事的方式 听起来很像是中国和共产党的叙事的方式 文革时候那种 对 包括对于主席会长名号的在乎 其实他是有一点思想的遗留 或者干脆就是这种思想 一样的思想在里面 对 第二个就是你觉得他们里面很多人 是跟加拿大现在比较左的 极左的这一块人的思想是重合的 而极左正是红卫兵的思想的根源 所以红卫兵等于加拿大现在的极左的人 就约等于他们 是吧 这个等号就换起来了 我想这是为什么我的感觉是 觉得他们就是新一代的红小兵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 了解 了解 其实我个人也很担忧 因为在西方的极左的里面 我看到了很多 的确看到了很多文革的影子 就是打倒一切的牛鬼蛇神 然后只有我最正确这样的影子 好 因为我因为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比较多嘛 你看一个是中国渗透加拿大的这个选举 其实上在世界媒体上都闹了一遍 然后还有就是白纸运动嘛 那我自己有两个观点 另外两个观点 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要把加拿大在地的反抗运动 跟中国的反抗运动分开来看 就是你讲的所谓的加拿大反共阵营 我自己也逛了一些推特Space 然后我不太了解 而且了解很多大陆人的一个思维就是 为什么不可以批评公民活动呢 为什么 是因为 是因为 在我看来在我们这种 就是比如说从小来加拿大 我们也参加过很多公民活动 当然跟华人社区是没有社团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那各种批评啊 比如说左派媒体会骂你 右派媒体会支持你 或者右派媒体会骂你的很惨 但是左派媒体会把你捧的很高 有批评不是一个民主社会该有的这种正常生态呢 对吧 那为什么反倒大陆人干这种公民社会的时候 大陆这些人一定要要求你坚决不可以批评我 你不可以打击我 你批评我 你就是王八蛋 你就是大外圈 你就是中共的间谍 那我觉得实际上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中共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就说明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人实际上很难把他们做的一切东西主流化 落地化 那什么叫主流化呢 就是把我们华人自己的事情变成所有加拿大人的事情 其实这个是很强大的人力物力和专业能力去做 而我觉得这些您今天节目上讲的一些为什么反共在加拿大 最后只沦落成一小堆人吃饭的工具 实际上就是这样 他没有办法把这个主流化 他最后只能为了那么一点点20万30万的这个资金 来不不停的内斗内耗 就譬如说我们自己亲眼看到的嘛 风从德发推特就是骂王丹拿了阿扁陈水扁总统 前总统的那个50万美金没有跟他们说 他们为这个事情其实今年都炒了很多价 我自己也看到过嘛 对吧 那为什么民运所谓这种反对势力是一事无成 别说推翻了中共了 他们在华人社区都没有办法揪起很大的波浪 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把他们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非常marginalized 边缘化的团体了 大部分有工作中产阶级的华人 或者是比较有钱的华人 他们对中共肯定很多人可能觉得中共很烂 非常讨厌中共 但是很多人就说那你民运能给我带来什么呢 你们更烂 所以如果你只是按照这种大陆的这种大一统严谨地的思维 来做一个团体一个反抗的活动 那势必你走的路子也只能跟民运差不多 到最后你自己玩吧 没有人会跟你玩 因为这不是西方政治主流的政治生态 比如说我们一定要赞扬你 不可以有反对声音 No 而且我在推特上可能奶爸也看到 我觉得很多大陆背景的团体也好 不管是侨领也好 还是反共的那些社团也好 他们始终不懂的一个道理 就是竞争性合作 我觉得这可能是大一统的思维在作怪吧 就是我一定要把你吃掉 你得听我的 我是主席 我是会长 所以这也注定了为什么 乔领的内部其实上是内斗 反共民运团体也是啊 我看到很多民运人士骂那个盛雪 说他骗钱 whatever 骂得很难听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也不在乎 但是他们一路上这样互相骂也很久了 然后骂到最后 作为咱们看客 或者是第三方的一些华人的观众 就是你很赖 你只是相互内斗 我为什么要跟你玩 对不对 你做了什么东西 弄出来给咱们看看 我先试着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 为什么他们总是不允许你批评 然后否则就说你打外宣 我说这个你是一个范直 就是我大概试着回答一下你刚才 他们为什么不允许他人的批评 或者说对他人的批评特别敏感呢 就是他们觉得这个时候中共是个大敌 是个唯一的敌人 所以在对付中共成功以前 你不能够来批评队伍里的其他人 否则的话你就是在拆散我们 在分化瓦解我们 但是您的观点就是说 在一个民主自由社会游戏规则不是这样子的 你不能以这种打仗的战时政策的这种方式 来思考这个问题你还是要恩致民主 尤其是把他要主流化 把你的斗争要主流化 你如果要主流化 你就必须要容许他人的意见进来 但是我们再反过来 他又觉得就说所谓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是吧 既然兄弟要爬山了 各自要努力了 就不能各自指责对方 指责对方就变成不努力了 然后您觉得这个是一种竞争性合作的关系 指责对方并不是在攻击你 只是一种大家适度的竞争 一边竞争一边合作 这样才更加的robust 更加的有生命力 这样一种反抗运动 是吗 只有竞争了以后你自己才会更强 不是吗 你才不会怕别人的攻击 其实这种别人 就是说对你的一单这种竞争也好 批评也好 对你是一种让你更强大 让你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变得更强大 以后可以更坦然的面对这样类似的攻击 对 实际上就像virus germ细菌一样 细菌是永远存在的 但是细菌对你自己建立你的免疫系统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说你一直生活在一个无菌的环境里面 你就不可能去应对 如果来一个很厉害的细菌你就立马蛤屁了是吧 你要让一些小的细菌让自己故意让他们清洗自己 让自己变更强壮了 而不是说故意 而是说你必须有这种思维方式 他们的思维方式其实上还是很土共 跟土共没有任何区别 对吧 控制 喜欢把一些控制在自己的能够舒适的范围之内 对控制在 就像今天习近平说的党媒必须信党 它其实上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censorship 你不可以有任何不同的声音对吧 实际上这样的东西实际上中国社会变得更强大还是更脆弱 我想这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同时对没错 他们不允许别人的批评 同时他们又会去批评别人 尤其是当涉及到具体利益的时候 又会去批评别人 所以这个的确是一件很 这也是很多人其实看的觉得很不爽的一件事情 就觉得我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躺你这汤浑水 我好好的日子不过 为什么要跟你躺浑水 对就觉得你们这个东西不能给我一种安全感和信任感 所以就支持人可能越来越少 或者是你到底做成了什么事 比如说民运30年 你告诉我你到底做成了什么事 你30年都干成了啥 而且你看30年 它最失败的一个东西 其实上并不只是它那些乱七八糟的内斗 而是根本没有年轻人加入它 都30年了 你给他们的问候可能还是How old are you 怎么老是你 对不对 你看 龙丹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坚持 我觉得还是需要去尊重的 这么多年 尤其是在前几年那个时候 西方跟中共关系特别好的时候 顶着各种压力 坚持到现在还是需要尊重的 但是这种坚持它不是很productive 不是很有成果的坚持 甚至有的时候 甚至要求别人尊重你 都是一个非常幼稚的思维 就比如说我跟奶爸您做节目 可能有些官方会非常喜欢我 夸你 哎呀你好漂亮 你说话好 流畅好 好说好说 那肯定 肯定 肯定有人就会也会骂你 你长得像个猪脸 对不对 你是傻叉 你很多 对不对 你能够要求所有的人都尊重你吗 不可能 而且如果你真的是一个 右派主义自由市场的信奉者 那实际上思想它本身也是一个自由市场 Free market of thoughts and ideas 那哪个机构做得好 实际上是靠自由竞争出来的 比如说我今天有自己的话语权 有一席之底 是因为我能够提供别人提供不了的内容 因为我有别人没有的access 对吧 这是观众的自由选择 而不是说你们今天谁都不许批评carry 如果你批评carry 我看那个纸我觉得这个才是民主应该有的样子 不是一张洁白无瑕的完整的白纸 是应该大家撕开了以后最后又能拼到一起 一张皱巴巴的 但是事实上却是完整的白纸 这个才是民主自由社会的真面目 因为democracy is messy 民主本来就是很混乱错乱 民主最大的力量就是大家能够在这种乱七八糟中勉强找到一个共识 使大家继续前进 好的 是 我们今天讨论了桥界的痔疮的问题 也讨论了加拿大民运圈的问题 关于加拿大的反共圈里面 您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没有 我对反共圈倒没有任何的太多的一些commentary 因为我说实话并不是非常关注他们 我自己以及一些朋友或者like-minded individual 我们想做的就是把华人的事情主流化 这个我觉得才是咱们最大的利益点 那您有没有对于这次白纸运动里面 涌现出来的很多新生的年轻人 就是你看到那些年轻人 你觉得他们像洪卫卫这些年轻人 给他们有什么建议吗 具体的建议 没有任何建议 因为我知道王丹出了那个王丹八点以后 被很多年轻人骂的狗血喷头 我想有了王丹前车之间 我没有任何的建议 但我觉得我要说一件事情给大家分享 其实我觉得这次白纸运动 让我个人非常感动 还有很暖心的就是 在南京的一个小姑娘 她举着白纸在那个新街口商城 站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后来警察就去骚扰她 然后她非常害怕 很多热心的大陆的网友呢 就联系到了南京的一个比较活跃的一个律师的activist 然后那个律师知道以后 亲自去陪这个小姑娘去了警察局做笔录 而且告诉了警察你不可以再骚扰人家 你也不可以去人家的家或人家的单位 然后她自己又把这个小姑娘送回了家 我觉得这个非常让人感动 同时让我意识到实际上大陆人民 压根不需要以我们这种俯视的角度来看 我们不需要那么好为人师 我觉得大陆的三亿中产中 有太多的人是比我们这些海外的人 很清楚 很清楚怎么做 实际上我觉得可能王丹这次会被那么多的年轻人修理 也许就是因为她比较好为人师 但我觉得实际上在我自己看来 一个正确的互动的方法 实际上应该是经验分享 sharing experience 就是说如果能够跟中国墙内的一些 中国的一些activist分享 怎么来做维权的话 实际上我觉得对华人社区和中国内陆大陆本地 实际上是继续推动一些民主化 实际上是有非常好的益处 我自己知道就是在习近平上来之前 China Labor Bulletin 就是寒冬方稿的那个东西 实际上他们是有经过深圳政府允许 是给那个深圳的一些 就是气杯加工厂的工人上课 告诉他们怎么工会怎么运作 怎么跟政府签合约 其实我觉得这种经验分享 要比你什么建议强的太高 社交媒体时代 中国很多年轻人的资讯也是很发达的 抱歉 他们真的不需要民运这些老屁股 甚至我们这种人教他们怎么做 我觉得大家分享一些有效的经验 而不是以这种居高临下 非常patronizing 或者那种mentorship tone 这个要更productive的多 这个才是真的不行的 我没有任何经验想给他们 因为我觉得不需要 我换一个问法 换一个对象 就是对于在加拿大的华人 准备要扎根在加拿大的华人 你刚才说 你们要尽可能把这主流媒体化 是吧 主流化 这个你有什么主流化 对 这个你有什么具体建议 怎么去主流化 是在推特上发个推吗 英文推吗 还是怎么样子 我们其实上有一些 我们CCPAC就是我共同创办的组织 其实上我们是有一些计划 我们还是在不断的试验 当然我自己也会发推 跟大家一段一段时间的总结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许我们可以做下一个节目 因为我现在并没有办法 OK 就是问答你这个问题 还是留一个说明一下子 好的 等你有了这个时操经验以后 麻烦到时候给我们分享一下 可以 好 谢谢你Carrie 今天辛苦你了 那就这样 咱们下次再聊 拜拜 拜拜